現在時間7月1號上午5點25分 我們今天要重返國道高速公路 過道1號從汐止往基隆 也是因為這10年來離開家鄉求學定區在台北 每每要騎車回基隆,新台五路變成唯一的選擇 在5月底我也曾在清晨5點10後測試 一路從汐止騎新台五路保持時速50公里的速限 抵達基隆要耗費多少時間 好,現在開始計時喔 我們就看這個下坡路段照速限起有多滯脹啊 好,通過 很不適的感覺 不過我想真正讓人感到不適的 應該是獨職官員對於各種交通的惡意規劃吧 經過國道1號紀念碑 我希望這座紀念碑標誌的是 建設國道高速公路服務全體國民的歷史 而不是存在著拒絕服務機車使用者的羞恥 今天的任務將要結束 不只成功突圍也再次證明機車使用高速公路有多安全 如同上一次從南港到平林 都有一種才剛剛熱身玩就要結束的感覺 我想是件摩托車大廠的設計師 如果知道他們製作的車輛 沒有辦法在台灣這個島嶼行駛高速公路 不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如果摩托車有靈魂 我想他們也不願意被販售到這個禁錮之島吧 這支影片一道未簡在我續續道道之間 這就是使用高速公路從汐止到基隆的真實時間 你也可以想像騎車使用這條道路通勤 或是騎車來基隆施廟口的情境 已經有無數的前輩為道路平權之路打下基礎 只要我們持續努力 我想那一天並不會太遙遠 這裡是通勤者之歌 感謝你的收看 很多東西呈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